詞曲 李宗盛 生日來無事的 是說有才買多東西 那是那種 我們是八十五年 軍國八十五年生日 五月才開始 來生日這件十一回事 就是民族文化 才是參加的 我們是從這個 在以前的 藝術 十二國 就是丹頂鍋 丹頂鍋 那時候 想要的時候 大家一些 就這樣 就來做雞麥 他來 就是 就是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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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少工 不少工 不少工工 這支花 是說 一手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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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花是 這支花是 小小小 如果是 他來給他 是這支花是 作用 所以花是可以 這支花是 我們如果可以 可以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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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是 可以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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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支花是 不要緊張 沒什麼 就好 這支花是 美,我們是 十三個的人 是十八個的 阿公 有十八個 另外 我們 就說 漸漸出 每個 都要是 心願 是 別人 很多 都有點多 我們在問幾歲喔? 我沒辦法說 我老婆,沒辦法說 我七十八歲了 七十八歲 平均年齡,差不多六十五歲 現在,在你佛教,有什麼困難的事 有什麼困難的事? 有困難的,大家年輕人都不去 有困難的事,沒錢就是困難 所以... 沒在那兒找房子 沒錢困難 有一些年輕人 我老婆是怎麼搞的 不然我們老婆是比較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就要這個年輕人,大家出來 我們民居,三個都要錢 這個都每個都要錢 所以... 有看到了影片的三星人士 麻煩跟他們... 把我們倒腳手 支持一下 因為這十二婆節鎮 十二婆節鎮 在台南地區 雪甲就只有宅港太佑 非常難得 也是雪甲一個特殊的文化 西港媽媽教室 在1996年的時候 成立了我們十二婆節 那十二婆節呢 她們的服裝是由黃色 粉紅色還有橘色的奉獻裝 她們呢 頭戴手工的製作的面具 手... 戴著手套 右手呢 拿著雨扇 左手呢 拿著我們的雨扇 拿個扇 然後... 由婆姊 帶領的十二婆姊 跑正式 她有四個正 第一個是... 八卦正宅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就是... 不受炎綿 第三個... 就是... 開花結果 第四個... 就是... 翔龍仙潤 由婆姊呢 帶領她們 用小踏步 扭腰 擺臀 兩個重隊 跟直線 帶領著... 婆姊 整個正式 完成 十二婆姊呢 在... 民間的傳說 是有... 欸... 幼兒 受精 受精的 一個... 功能在 然後... 她們也是一個 孕婦的守護神 也就是說 孕婦跟幼兒的守護神 她們代演的 相當大的一個... 呃... 角色 就是十二婆姊的一個正式 這個民間的... 民俗 傳統民俗 藝術 那... 她們呢 在... 1998年 97跟99 她們... 相對的 在台南市... 呃... 民俗的產體 她們也得過獎 齁... 啊... 相當的... 不錯的一個正頭 可是呢 因為... 這時候博姊 整個的流程 面具 還有配備 都需要說 很多的經費 對... 也希望說 各位社會團體呢 如果呢 有想要管我們的十二婆姊的正式 喔... 我們的燈頭呢 可以結束 歡迎 來找我們台南港 主帝宮 齁... 阿台跟她們連戲 媽媽教室連戲 希望大家可以把我們這個 傳統的藝術 能繼續消氣 好 謝謝 謝謝 就是以前常常在那個... 廟會上看到的那些正頭啊 然後以為就是... 他們的意義可能就是... 都是差不多類似的 然後可能不會仔細去探討 他們後面的一些歷史 或者是故事 然後今天是... 就是今天剛好路過這邊 然後從... 中可以從側邊看到他們練習的過程 然後又聽到了許多一些... 就是分享的一些故事 跟他們背後習俗的一些意義 然後我覺得... 這些藝術真的是應該被... 就是持續被傳承下去的 然後今天也在從旁... 從一個遊客跟旁邊... 觀眾的角度看到 就覺得他們地方的傳承很辛苦 然後希望... 就是可能... 希望年輕... 就是可以有更多年輕人可以... 就是... 去認識 然後去學習到這些文化這樣子 然後希望有機會可以看到... 就是越來越多的藝術 可以被看見 然後... 可以更... 就是更年輕化或這樣子 嗯... 謝謝 十二婆節鎮在... 上白教3月11的時候 會發送精美小禮物喔 呃... 分送給... 那個... 發送給... 有緣的... 有緣的人喔 啊... 所以... 希望... 大家多多支持... 宰港十二婆節鎮 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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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嘉然豆糕來了 豆冠山啊! 是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